大家好,我是东京颜太郎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2021年股市 特别是日本股市 可能面临的三大坏消息 需要炒股的大家注意 第一个就是奥运终止 大家知道日本人对于2020年的奥运会 是非常非常非常期待的 奥运会是8年前大概2012年的时候 就定下来在东京开 日本政府以及全日本的民众 都是为了这个2020通京奥运会 做了很多的努力 包括基础设施建设 还有各种技术相关的预算 都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准备 大家在奥运开之前 2019年的时候 之前的时候就会看到 就是各个公路上都有那种 TOKYO 2020这样的小旗子到处在飘 为什么要这么重视 这是这个奥运会呢 因为奥运会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 竞技的运动会 它其实是一个经济的引爆器 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如果了解日本的发展历史 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历史 应该知道日本在战后的话 其实经济实力不是很强 战后的话 它很多方面很落后的 它就是靠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 然后经济就逐步起飞的 1964年的时候 为了开东京奥运会的话 日本人做了新干线 连接大阪和东京 只要两个小时就能到达 现在大家看来中国也有高铁了 是无所谓的 没什么对吧 但是你要想到1964年是什么时候 好几十年前对不对 那个时候就有了我们现在经常做的新干线 所以这个技术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先进的 然后日本的那个东京的首都高速 大家应该如果开过车的话 应该也知道 到现在还在用 也是非常方便的 如果坐电车从新速到那个胎场的话 可能要转几套车 山手线再到那个游里卡梦妹 然后要一个多小时 但是如果开车走那个首都高速 大概20分钟就到了 非常非常快 也一直就是支撑着日本现在的经济 那么同样的对于2020的奥运会呢 日本人以及日本政府 其实是在很关心他的经济的这种效果啊 以为借着这次经济能够提振一下 就是说萎靡不振的GDP 他就知道日本的GDP最近的话 其实一直是萎靡不振的 向后被就是中国超越了 对吧 结果呢 去年那个春天的时候 就是新冠来了 所以不得不延期 那么然后呢 今年的话 如果新冠还没有好 目前看的是好不了啊 我在我在我的可见的范围之内的话啊 如果终止的话 日本的损失大概是四兆五千亿日币啊 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 就是有一种方案就是说 继续继续举行奥运会 但是没有没有观众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损失也会有大概两兆一元的损失 总之在我看的这个损失 是无法避免的啊 但是我想说的话 就是说 因奥运而做的基础设施建设啊 长期看来是利好的 就是对整个社会是有好处的 比如说建的体育场馆啊 还有那个 因为这个奥运会而发展的一些新的项目 比如说5G啊 自动驾驶 还有机器人的项目啊 这些这些都是不会废掉的啊 我是觉得是好的 而且那个奥运的 虽然奥运会终止了 但是日本的游在疫情之后 仍然是可以期待的 因为就是其实日本的在 在那个 新冠之前啊 就是奥运 就是2020年之前的话 那个旅游业是非常火爆的 但是我觉得不会因为奥运终止 而发生什么本质的改变啊 只要疫情也好 大家我觉得旅游方面肯定会起来的 那么总体而言呢 我觉得就是说 去年宣布奥运会延期啊 相关的股票已经跌过一阵了啊 今年呢 我觉得如果是宣布终止奥运会 可能会有一时的调整 但是不要过度悲观 这个我觉得可能会影响不会太大啊 你像去年的时候 有一回就是那个安倍啊 下台 安倍下台的时候呢 他那个就是那天下午 股市突然暴跌 很多人就慌慌张张的 然后把股票抛掉了啊 本来盈利很多的股票 最后的话没怎么盈利 或者还小亏了 其实挺可惜的 如果大家想清楚 就是说这种事情背后的逻辑关系和原因的话 可能会理智的做出选择 可能会选择加仓 那么那样的情况下 就是可能会挣得更多啊 当然了 人是感性的 就是看着那么暴跌 突然暴跌 觉得很恐怖的啊 所以就抛掉的人也很多啊 这一次的话 大家事先我打个预防针 如果万一奥运会终止了 大家不要慌慌张张的去止损 或者是卖掉了啊 第二个 我觉得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就是美国的啊 拜登新政权 他的增税的政策 大家知道 最近那个特朗普下台了啊 然后拜登上台了 然后呢 他们就是拜登 他们现在就是考虑实行新的税收政策 主要是想那个增税 就是对公司啊 还有那个富裕的人 以及那个就是投资获得的资产 进行增税 这个税还是挺厉害的 你像日本的那个炒股票的话 你挣的要20%要交税 比如说你整个 挣个10万 你2万要要交给政府 所以这个是非常狠的啊 如果这个比例子 比如说从20%到30% 这10%的利润就没了 这是挺可惜的啊 呃 那么这个 这个增税会对这个市场有什么影响呢 那么有的人做了股票啊 那么他就会可能会考虑就是说 在增税前 注意这个钱不是钱啊 写错了这个字 应该是前后的钱啊 这个错别字 就是增税前卖掉股票获利 为什么 因为你增税前卖掉股票获利 那么交的税就是呃 增税前的税率 对不对 然后你如果是之后卖的话 就后的后面的税率 所以很多人可能考虑卖一部分啊 那么这样卖一部分股票会导致股市跌 当然这是美国的政策 对不对 可能美股股市跌 那么中国的话 呃不是中国 日本 日本的股市可能也会 会受影响啊 因为美股呃和日股 还是有很多关联的呃 地方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然后我想说的是呃 即使就是说 美国的拜登政权增税 他也是不会是立即执行的啊 肯定是要先开会啊 再通过讨论 对吧 然后最后才慢慢说 第一个日子执行 我觉得应该是到明年以后去了吧 但是明年以后的话 可能之前的话有一个预期嘛 可能会如果政策一旦定下来了啊 在联末的时候 如果定下来的时候 可能会就是美股就会暴跌 暴跌一阵子 暴跌阵子的话会影响日股 日股就会卷入其中 所以这个的话 大家也稍微注意一点 嗯这个的话 这个的影响比第一 第一个的影响可能要大一点啊 在我的个人的观点来看啊 呃 这第二大的啊 坏消息 那么第三个消息啊 就是针对新冠的金融政策的结束 这一点我觉得是最要命的 呃 这个其实这一点我也经常讲啊 其实当前现在牛市 无论是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现在是大牛市啊 不断的创新高 这个牛市的原因 其实并不是因为实体经济好 相反现在实体经济非常非常坏 失业率攀升 很多人就是都过不下去了啊 不光是个人 还有公司都过不下去了 那么政府的话就是为了救这些个人 以及公司就就做了一些比较宽松的量 呃就是金融政策 呃说白了 这个政策就是无限的量化宽松 呃如果不知道这个量化宽松的概念的呃 同学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视频啊 简单的说这个量化宽松就是日本政府或者是美国政府去政府去印钱 然后就是去买就是政府发行的国债什么之类的啊 或者直接买股票之类的啊 就是增加那个流动性 这个流动性 大家可能也有人不知道 就是说白了就是政府就是印钱呗 你把它当做政府印钱啊 间接的印钱 这个钱多了去哪呢 最后去了股市了 对吧 而股市的话呃就是导致股市一直在涨 呃日盈的话啊 日本日本的中央银行啊 其实他在日股跌的时候就一直在里面往里面买 买股票啊 呃据说现在好像日本股市的最大的股东就是日本政府吧 日本银行 我之前也讲过啊 有一个 有一个表格说日日盈就是日本政府呃 占了一些公司的股份的比例是相当相当高 现在那个比例可能又增加了 因为过去了差不多快一年了啊 那么呢 就是说如果这个经济一旦有有复苏的迹象 实体经济转好了 那么这个金融政策可能就会改变 那那政府可能就不会再去把钱去买股票了啊 那么同时呢就是因为实体经济好了 实体经济也需要钱去建设去做对吧 那么这个钱可能会从股市里面抽出来 那么股市可能就要开始跌了 我觉得这一点是最嗯 大家最最需要注意的也是最最恐怖的啊 呃 我之前一个视频也讲了啊 现在的股市非常非常高 呃 大家做好现在的股市跌个百分之三十的觉悟来操作股票啊 但是在他没有真正跌之前 大家不要自己去想象着他会跌 好吧 今天就是给大家讲啊 这个2021年影响股市的啊 三个大的坏消息 希望大家注意啊 第一个就是终止奥运会 第二个是美国拜登政权增税会波及到日本股市 第三个就是啊 针对那个新冠的那个金融的政策结束啊 都会影响股市 嗯好谢谢大家啊 如果大家觉得呃有帮助的话啊 请帮忙点赞啊 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发这个邮件联系我 谢谢大家